今天九棚基地在進行 無限高的一個試射的過程中 為什麼 為什麼共機今天變換了機種 那是出現在西南海運 我們是在東岸進行這個試射 這裡頭它到底在干擾什麼呢 我們今天 不同的一個區域 對 也是金城戰利洲 那今天它在我們在西部 我們是有這些活動 它的這些運9 運8 它會過來 它就會做勤收 因為你會有通信 你的雷達會開啟 因為進入機動陣地 或者是戰術陣地之後 你就會開啟它這個車來收 但是中科院這次無限高的 一個飛彈試射 不是集中在九棚基地嗎 對 在九棚基地 在九棚基地還有蘇澳 在這個地方 也是靠近大概三仙台附近 對 這個無限高的 一個飛彈飛彈試射 斜射出來 我們看到角度是斜角出來 那這個中共的情報船 中共對我們台灣的情收 它是東船西機 東邊的時候用情報船 用船 因為船的話 我們知道十二海里之外的時候 就是國際公海 它保持二十四海里 保持三十六海里很近 它就可以對整個東岸做勤收 所以東船西機 西邊的話才會用飛機 就過來了 它用飛機 所以我們整個 整個台灣的整個西半部 它就在中共的 飛機的勤收範圍之內 那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飛機 中共的飛機 它這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就是收集了它的裝備 這個是因為它六個獎頁 這個就是運9了 運8跟9就很像 但是我們看到它的裝備 它有對海雷達 有對空雷達 有對海雷達 還有衛星的接收發射器 它這個收到的資料 直接送到衛星 衛星就直接 大概一秒鐘 直接送到它的指揮手去了 它情報的傳遞是及時的 那又有一個是 我們都知道有電子干擾機 電竿機過來了 電竿機跟我們的腰山洞有點像 但是它這電竿機 也收這些情報進來 收這些情報進來之後 它這個可以做 將來做電子對抗 複雜電池環境下的 這個是對海搜索雷達 這個是一個衛星的天線 對外發射 還有夏天線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夏天線 上面的天線是對著衛星 人道衛星就發送出去了 是 這一個是 也是一樣 電子對抗的 裝備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也是有對海雷達 對空雷達 同時有對海 同時有對空 還有一個衛星的發射器 它的裝備都是很抽嚴 前艙裡面大概四位 後艙將近十位 加起來十幾位在這飛機上面 所以它在 我們一直在做戰力防護之後的時候 它整個 今天到禮拜一到禮拜五 它不會中斷 每天都會到我們西來 東邊 東邊交給情報船 它是這樣子來做分工的 所以我們知道 東邊我們這樣坐 它飛機為什麼沒過來 情報船 一到兩艘在東海 在我們台灣東邊海域 在我們台灣東美 西邊交給飛機 運8或運9 今天高度來的比較高 到七千公尺到九千公尺 七千公尺到九千公尺 大概兩萬多英尺 那它的 為什麼拉那麼高 我拉得高我收得遠啊 它為什麼來運9 運8的改良型或運9 我看了它六個獎頁 六個獎頁是改良型的 這一個是六個獎頁啊 123456 我們看六個獎頁是改良型的啊 沒有改良型四個獎頁 它六個獎頁 來的它來的飛機比較新 飛得高熟得遠 機型新裝備多 又有衛星的接收器 沒錯 透過了整個衛星的通訊系統當中 把相關的信息立刻送給後方的指揮所 來張三軍還有更多的問題 跟你進行請教 來這個定語先來好不好 身為外交國防委員會 我們都知道 這個場景是過去大家所不知道的 不管我們看到了 不管是這個阿帕奇直升機 在國軍的一個戰備舟裡頭 這個戰車變成是一個 隱藏性的一個廢鐵 戰力保存為什麼特別重要 敵人當前在國內 應該是大家一致是對外才是的 來定語怎麼看穆姐這個態勢呢 我先接曉君 應該講的一致對外 今天剛好國台辦的發言人 被他的記者突襲 瑞稿問瑞的另外一題 他突襲他問了一題說 台灣有一個學者 姓趙吧 是 說兩岸是準戰爭狀態 你怎麼說 你就看到國台辦的發言人卡在那裡 34秒 一個字都講不出來 而且一開始想了三五秒 開始翻題庫 一直翻到沒有說 我們先問下一題好不好 也就是 在中共上面沒有把答案交出來之前 他們的發言人其實都是機器人 沒有腦的 他的腦是要上面給他的 在中共的高層沒有把 所謂的準戰爭狀態的題庫 交給發言之前 你亂講是要掉腦袋的 我用這個回答該問題就是 台灣有一群人 真的 反而是台灣有一群紅統派的人 恨不得解放軍打過來 每天都鼓勵要打過來 侮辱我們國軍沒有戰力 說打了一天就投降的 有時候我們難過的是 這一群人是在我們這邊長大的人 我覺得民眾看這個 其實看了這群人 第二個問題是 以前沒有看到這個雲爆跑了跑去 哇 那個CM11 假車在路上跑 其實以前有 只是以前大家沒有那麼關心 而且在今年台灣民眾 對國防的嘗試 我看全世界代表我們國家國民 瞬間提高很多 連我們募兵都達標達到九成 哇 募兵達到九成 我現在看到很多委員 民意代表 以前都五六成 而且現在的我們的把待遇 還有年輕人 特別男孩子 對軍武的憧憬 我們這兩三年的募兵 其實是非常順利 功過於求 所以才會讓國安部寫了一個說 犯了什麼錯呢 我就太俗 我要太劣留憂 所以第二個回答這個問題就是 大家不要看到那個兵的車 路上在走一方面興奮 二方面擔心 不用擔心 我先跟大家解釋 什麼是戰備樂 什麼是戰備部隊 有人把這混在一起了 戰備樂叫模擬口 當過學生或當過家長就知道 你希望你的小朋友 準備要聯考前 聯考就是真的那一次 聯考前 他模擬考是要考越多越好 考得越像真的越好 還是隨便考一考 當作沒有就好 第二個 我們一個班級要有個職日生 國家也要有職日生 所以我們的軍隊 永遠保留一定比例 比例我就不說了 雖然當兵人不知道多少 幾分之幾 一定有 每個單位要輪流 去當戰備部隊 當戰備部隊 一個月叫戰備月 戰備月有四個禮拜 四個禮拜做四件事情 第一個禮拜 去你以後負責要防禦的地方 叫做限定勘察 第二個 圖上兵推 我們在橫山指揮所是電腦兵推 我是一個聯長帶兵 我就是圖上兵推 第三個禮拜 限定戰術 當個基層軍官的 要了解這個地方的戰術 跟不同的友軍單位 怎麼樣互動 第四個禮拜 十兵 就整個十兵去演練 五天四夜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 那為什麼以前 有時候你覺得看不到呢 以前為了避免擾民 所以有些假車 就好像有就好了 圖面上有就好了 不見到要開出去 或者用拖板車載著就好了 沒有真的按照作戰時 你防禦的路線要走 我們台灣常常聽到什麼 六軍團 十軍團 八軍團 事實上我們這個軍團 有另外一個名稱 第一作戰區 第二作戰區 有分作戰區 每個作戰區的指揮官 是陸海空三軍 在那個作戰區裡面 都要統籌的 所以友軍要互動 你這個作戰區 負責防禦的範圍 你多久沒去 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裡 那你有沒有長草 哪個洞可以躲起來 那個壕溝有沒有 有沒有碉堡 有沒有匡廢的民宅 這叫熟悉戰場 經營戰場 就叫模擬考 這幾年 我們的國防戰力 為什麼敢說提升 為什麼那天 顏德發部長說 現在是戰力最強的 不是因為我們買到 很多新的武器 我坦白講 新武器都還沒交貨 是因為我們這個模擬考 做真的